想对我们长按的这张图片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我们要知道这个长按的图片的ID号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处理它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从数据库里面删除掉 下面我们再去做一点改变 在Image上我们先找到这个 OnChooseImage这个方法 在这里我们把用户选择的那个图片的地址 交给了Images 在这个响应里面还有一个TempFiles 它里面的每一个项目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文件的路径 还有文件的尺寸 在成功地上传了文件以后 我们可以去把文件内容的ID号 放在这个文件对象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ID的值 绑定在图片试图的某一个自定义的Data属性里面 或者直接绑定在组件的ID属性上 这样长按这个图片以后 在事件对象里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用户长按的那个图片内容的ID号了 先让这个Images等于响应里面的TempFiles 在下面循环处理Images的时候 这个Map方法的回调里面 它的第一个参数现在是一个文件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下这个参数的名字 改成File 上传文件的时候 这个FilePath的值 要设置成File下面的Path这个属性 上传文件成功以后 我们要得到图片内容里面的ID号 再放到对应的那个文件项目里面 先添加一个Images 让它等于this data下面的Images 就是页面上的Images这个数据 用户选择了文件以后 我们会设置这个Images的数据 它里面的东西就是用户选择的那些文件对象 每一个对象里面都有文件的路径 还有尺寸 现在我们要往这个项目里面去添加一个ID属性 Images放过号加上index 等于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我可以先把File里面的东西 拿出来放进去 然后再添加一个新的ID属性 对应的值就是media下面的ID 这个media就是上传文件成功以后 返回来的那个文件内容 然后我们再去重新的设置一下 Images这个数据 清暗图片会打开图片的预览 这个功能我们需要去修改一下 先找到这个onpreviewimage这个方法 添加一个urls 它的值我们可以去用一下 this data images map这个方法 一个回调 当前的项目叫image 在方法里面我们可以返回image的path 这样urls里面的东西就是一组图片的路径 把它交给wxpreviewimage 上面这个current 就是当前要显示的那个图片的地址 我们需要去修改一下 当前的图片应该是invent current target 下面的dataset的src的值 再去修改一下试图 循环的数据仍然叫images 不过跟之前不同的是 现在这个images里面的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对象 wxk的值把它换成item下面的path 再给它添加一个dataid这个属性 对应的值给它绑定一个item id 成功地上传了文件以后 这个id就有值了 datasrc这个属性的值我们把它替换成item下面的path 在image属性里面src就是图片的地址 这个地址现在变成了item的path 再回到这个页面的逻辑 我们可以找到图片的查案处理方法 这里我们可以把试价对象输出到控制台上 下面我们可以去预览一下 找到一张图片 打开文件上传成功以后 我们再查案一下这个图片 在输出的这个试价对象里面 current target这个属性里面 打开dataset 这里的id属性的值就是文件内容的id号